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1日 星期日 要跟大家報告俄烏的戰爭 俄羅斯 又是出現了很大問題 烏克蘭 乘性追擊 打低了克里米亞 很多地方 傳出了克里米亞半島很多爆炸 烏克蘭媒體TCH報導 在俄軍黑海艦隊的總部 叫做塞凡堡北邊的貝爾貝克 空軍基地 當地時間 是18日晚上10時 發生了強烈的爆炸 接連克里米亞和俄羅斯的黑赤海峽大橋附近 傳出爆炸 俄軍已經啟動了防空系統 貝爾貝克空軍基地 是俄軍 在克里米亞最大的軍用機場 當時 他們有 蘇-27、蘇-27SM 蘇-30M2以及蘇-27M等戰機 在2020年之後重建 這個機場還可以停放 其他的戰機 包括遠程的戰略轟炸機等等 9日克里米亞的空軍基地發生了爆炸 當時 炸了9架戰機 炸完這裡又炸了 這是另一宗 空軍基地被炸的 不是之前損失了9架戰機那一宗 這個是新的 TCH引述消息報導 當地居民報料 貝爾貝克空軍基地附近 發生強烈的爆炸 路透社也報導 三位當地的消息人士說 這個空軍基地至少遭到四次爆炸襲擊 但是我的官員就說 沒有任何破壞 一定不承認 他們最多說 誰吃煙 煙頭很燙 俄申社報導 住在貝爾貝克基地幾公里外的居民說 街上可以聽到爆炸聲 並看到 機場無出濃煙 根據歐洲真相的報導 黑赤大橋位於克里米亞這一端的附近地區 在18日晚上也發生了爆炸 聽到類似爆炸的強大聲音 幾秒之後天空出現一度 火光 報導引述當地媒體的說法 說黑赤市不同地區以及附近的村莊 都聽到一個巨大的爆炸聲 一些房屋的門窗出現震動 報導說俄國官員表示 黑赤大橋沒有受損 俄軍也啟動了橋樑周邊的防空系統 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軍事基地 最近頻頻被人炸 在9日新費多羅 多羅夫卡的 薩基機場 造成爆炸 當時就有一死14箱 衛星圖像顯示 9架俄軍的戰機被炸毀 所以 這單是新的 9架被炸毀的是另一單 16日 克里米亞北部 麥斯科耶村附近的 賺科伊鎮 一個變電站和俄軍彈藥庫發生爆炸 不過這單是新的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說 經常 有一個 空軍基地被人炸 烏克蘭的 國防部長 出來說話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今天提醒大家 831的集會 即是10天之後 831的集會 提早了 5點到8點 記得提早了5點到8點 所以那天放假的朋友就可以早點去 如果要上班的朋友 希望你們放了工就可以過來 好了 說回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至今 很大機會演變成長期戰爭 當局對於這個狀況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子尼科夫 表示 烏克蘭的目標是把俄羅斯佔領的領土去佔領化 並拿下勝利 恢復烏克蘭1991年的邊界 意思就是說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都要回歸烏克蘭領土 烏東當然是頓列池克和盧金斯克兩個州 美國之音報導 列子尼科夫指出 俄軍在烏克蘭邊界和佔領區上 集結了115個型級戰術群 其中105個投入作戰 10個輪替或休整 整體人數最多有135,000人 為了抵禦俄國入侵 列子尼科夫指出烏克蘭希望美國 和西方國家 可以 支援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海陸軍 戰術飛彈系統 能夠保住更加多烏克蘭軍人的生命 造成敵人的損失 也希望接收西方的戰機 以取得空中優勢 被問到烏克蘭在戰爭之中 是否損失了由美國接收回來的海馬斯 多管火箭系統呢 列子尼科夫指出沒有損失任何一套 而俄國在網絡上宣稱摧毀了烏克蘭的海馬斯系統 是一種大外宣的手段 假消息 對於烏克蘭和美國在軍事支援上的協議 列子尼科夫指出 烏克蘭 是不會用美國或其他支援的武器 攻擊俄羅斯領土的 不過他強調 如果是被俄軍佔領的烏克蘭國土 就沒有限制了 即是說 他可以用這個武器去攻擊頓列子尼克 勞金斯克和克利米亞 此外 列子尼科夫也重生 烏克蘭落於尋求美國協助 建立武器管控制度 並保持透明 他強調 烏克蘭的獨立正是接受鮮血洗禮 他要求外界不要感到疲勞 要堅持站在烏克蘭的一方 不過要說回烏冬的局勢 打了半年仗 烏冬其實 就是處於一個膠著狀態 不過 因為雙方 都沒有辦法在地面戰 作出改變戰局的局勢 因為雙方都有 不夠兵源的問題 因為打了半年仗 大家的損耗 俄軍在頓巴斯地區的進攻 其實之前有一點進展 但是現在節奏就越來越慢了 例如他們最重要的物資 遭遇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物資補給的短缺 因為烏克蘭的重點戰略 就是攻擊俄軍的後勤 攻擊後勤的補給 包括糧食 包括軍備 包括子彈 以及 資訊的 科技 不斷地攻擊俄軍的後備 使得他們前線補給 搞不定 不過問題 烏克蘭 相對俄軍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烏克蘭始終 有國際的支援 有錢 再報導一個更加更新的消息 美國 五角大樓 星期五宣布昨晚新鮮 燃熱 總統撥款決 再為烏克蘭提供價值7億7500萬美金的額外軍事援助 即是說拜登政府 支援 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金額超過100億美金 這次軍事援助項目 包括額外的海馬斯火箭系統炮彈 16座榴彈炮和炮彈 1000枚標槍飛彈 掃雷的裝備 15架掃苗鷹無人機 協助烏軍火炮鎖定目標 40架防地雷反復 擊車 令到烏軍可以穿越雷區 高速反復射飛彈 令到烏軍可以鎖定 俄軍的雷達 另外還有1500枚反戰車拖式飛彈 對此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就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感激之情 他非常感激美國另一波價值7億7500萬美金的軍事援助 感謝拜登作出這個決定 他們已經採取 這個重要的步驟 打擊侵略者 而且 烏克蘭的部署 澤林斯基也挺大胃口 據說 在克爾松地區 他現在10萬個俄軍 後勤被斷了 他現在 後勤補給線 已經被斬斷了 因為 連接克爾松的三座橋樓全部炸了 現在的俄軍可以說是進退不得 沒有辦法走 也沒有辦法進軍 而最重要就是 前線的量式 快要吃光了 軍備的武器彈藥也快要用了 這10萬個俄軍 如果真的 以這個報道消息來說 真的可以把這個俄軍全面 投降 如果不投降 只能夠被遺潛 所以 這次看來他們也是覺得 要吃大牌 雞烏不吃 要吃大牌 一鋪 如果炒俄軍10萬人也很嚴重 俄軍另外一個戰場 剛才所說 在烏冬陷入膠著 而為甚麼 澤林斯基會那麼大上頭 因為他現在 切斷了克爾松之後 對於克里米亞基本上 就如取如愧 我們之前也報導過 大量的俄羅斯人 就要 排隊開車走 搞到俄國 怕所有俄羅斯人走光了 沒有人防守 變空醒 一度阻止那些人走 就叫人不要走 打算關閉了大橋 但是問題就是 烏克蘭 軍方宣傳 叫俄羅斯人給你走 如果再不走 我們就要攻擊 盧金斯克 頓涅茨克 和克里米亞 所以克里米亞很多人要拋售 樓房 地產 因為 那些不動產 帶不走 現在就令到整個克里米亞人心惶惶 如果剛才所說 他們 美國的武器 不可以攻擊俄羅斯本土 但是 可以攻擊烏克蘭國內 即是說 給俄羅斯佔領的地區 他們可以用 海馬斯導彈 去攻擊 克里米亞 那麼當然那個黑赤大橋 遲早都會打下來 我們 一直等著這座大橋打下來 即是說 克里米亞 就會 俄羅斯失去了這個地方的控制權 因為你連連接他的道路也沒有了 然後 你們在 北小小的克里松藥被人遺遷 怎麼可以反擊呢 整體來說 這個戰場也是好消息多一點的 我們會繼續密切跟進 一有其他好消息 就會向大家說了 拜拜